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這次要來換的是小朋友這支卡西歐 手錶的電池,這個也沒電了 這個是小朋友在戴的 型號是LQ-142 LQ-142 拆看看,要拆錶殼 要先把它的錶帶先給拆下來 我們用這個拆錶的工具 可以 也可以 要是針的,直接插捏就可以了 好,今天就出來了 好,那這一頭呢 錶帶就拿出來了 它是有彈性的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用它這個針 朝這個洞刺下去 它的錶帶就可以彈出來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用它這個針 朝這個洞刺下去 它的錶帶就可以彈出來 這個角扣住了 看到這邊 四個角扣住了 好,那我們就用 一字起尺把它給 扣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拿出來了 它這邊有四個角 它這邊有四個角 我們就看到裡面的結構了 機型的結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機型的結構來這邊 它有一個螺絲 這個螺絲要稍微把它轉鬆 這個電池才拿出來 好,那我們把它給轉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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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它的電池是626的 這個,它的電池是626的 要買電池的話要 註明是626的 型號 好,它這個螺絲真的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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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小,非常的安逆 我們上了螺絲 好 把它轉起來 就可以把它 原本附的螺絲給 拿起來,然後這個 這個 它的電池是 626的 Sony的 好,那我買的是 這個什麼 金裝天球的 也是62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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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高度差不多 兩個高度差不多 它的直徑也是一樣的 好 拿來做更換 螺絲拿起來後 裡面是長這樣子 好,那我們把 買好的電池 這個 這個 626 看一下 R626H3 7CM AG4 1.5V的 好 M 把這個電池給放回去 電池槽裡面 再拔了 它原本的螺絲 它原本的螺絲可以鎖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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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突出 這一片呢 突出一點點會卡住 這個電池 就把它鎖一下 電池還不會跳出來 OK 我們看一下他會走的 好 他的秒針已經開始動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在 到之前拆的步驟反過來 把他的殼再放回去 這個直接壓下去就可以了 就OK了 接下來呢是他的這一個 錶帶 他進去之後 壓不下去的話 他這個錶 這邊有一個是類似一個V字型的 用這個來 把他 扣住之後往下壓 可以把它塞進去 這個比較好用 另外邊這邊也是 對準洞之後呢 對準洞 好 另外邊的V字型 好 往下壓再推進去 好 抽出來 拿看看 不會掉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就完成這一隻 卡西歐 手錶的更換電池的 全序囉 好 這樣就只要花這一顆 一塊錢的電池的錢 可以自己更換 這顆電池的戰姆4 買不到5塊錢 好 OK 好 完成囉 就開始生龍活虎的走來走去的 好 戰姆4的DIY 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是戰姆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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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